读谱的事情 那其实就是读谱能力的训练 跟在乐谱上面做记号 那有学生做太多老师会反对的事情 那其实这个根本就是有一个天大的玩笑 那当然我说过 我分享的东西都是给那些学期比较困难的人 特别是他的困难原因常常在守的 灵巧度的部分 这个部分的 对因为有困难的有蛮多种情况 好那我讲一下就是 简单的说就是 就是我请问老师想一下 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的初学的学生 他读谱能力好不好 你最后是怎么检验的 其实很大部分你是不是叫他谈谈看 然后看他谈的怎么样 你再来检验 对不对 我现在讲的当然不是指那个 最一开始连五线补下架一线 是都都不知道这种情况 我说他人家都已经知道 你叫他很慢慢看他可以 但一稍微要到演奏的速度 他就不可以了 这种情况的学生 对 其实你最后怎么接受 你是不是都是用四纵来检验 你应该不可能是叫他用 side reading 用试唱的方式 对不对 一般人没有这种能力 我这种能力我也不敢说 我有多好 对啊 所以你当然是用四纵 所以四纵 什么叫四纵 四纵就是又四谱又演奏 所以他往往会被演奏能力卡住 就是他不见得四谱能力有这么差 但是他演奏能力卡住 导致他表现的不好 懂吗 那因为这种程度的学生 你除了四周 你很难再用其他的方式来检验 除非你像我这样很有心的去做这方面的 就是小星星的教学研究工作者这样 要不然一般的老师是不会 他就是 好 可以吗 讲到这里可以吗 对不对 好 那这种就跟手的灵活度有关系 因为他那不灵活的人 那他他在读谱 然后他在边又又看谱要谈 他本来就算被他背起来了 那个谱已经被他背起来 其他他就谈的已经很吃力了 手就是他的大脑要花很多精神去跟他的小鸟做协调 然后去控制他很紧的筋膜好不好 筋膜今天有分享一个那个视频 大家去看一下 拜托你们不要连医生 人家医生都做革命性的改革 你们看我那个视频写什么 那我说他要去克服这 他占了他很大的精神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同时再去注意其他的事情 把他弄的手忙脚乱 好 那这时候这些学生他本能的就会去做一件事 他会在乐谱上面去做记号 写手指的记号 让他比较轻松 可以吗 可是很多老师会觉得做那个记号 他就依赖上面的数字 他就没有去看豆芽菜的位置去去反应他的 是什么音或是反应他在乐器上 钢琴吉他小琴琴上琴歌的位置 对不对很多老师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就会反对他做太多的记号 差不多就好了 那到底多很少老师就会用他自己认为 对啊 好吧 那这种教学我觉得是害了无数的人 好不好 那先不要急先听我这里插播一下 其实这种观念当年在我们古典吉他我初学二三十年前 大多数老师也跟小提琴老师一样的观点 可是成和其实现在的吉他界的老师已经改变的人非常的多了 他们会同意让学生在乐谱上大量的做手指的记号 甚至于根本就画上六线谱 好吗 所以不要贸然的反弹说 你有没有把你错误的观点给很多人了 好吧 那就是我的观点好不好 我告诉你其他界的老师很 譬如说周世烈老师很有名吧 对不对 他一天到晚开很多演奏会 由一个法国高等音乐院毕业的周世烈老师 他跟德国文化代表处的人 他常在德国文化代表处 有没有办法去常请他来演奏 他约会在那个古灵街那边嘛 对好 好 那他也是一样的观点 对啊 人家都没你懂 可不可以虚心一点你们这些人 我刚刚一开始就已经塞住你们的嘴了 不要又跟我说小提琴演奏能力不好 我就要避嘴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比古典吉他的演奏能力 对不对 那你们要避嘴 真的无聊啦 不要再用这种方式对待人了 我也呼吁这个社团的老师 有没有人有正义感站出来讲他们这些 这些每天都检讨我的错字 我都跟你讲 我那个是因为我在照顾我爸爸 那个氧气深圳 你不觉得我这环境噪音很吵吗 对啊 就这样子啊 我觉得现在的人真的都 二十年前我那时候这样 我妈妈生病 然后我也是在医院 人家都会一听我妈妈生病 人家体谅你 现在人是怎么样 是疯了 都 二十年前我妈妈生病的时候 我也一样 我妈生病三年 我也 我总不能那三年 我就不接触音乐吧 对啊 好就这样 回到那个 讲塞瑞丁的事情 就是 读补的事情 可以吗 所以这种情况的人 他当然就会跟他守了灵活度的人 很大的关系 就是会想要去在乐谱上做记号人机 那守灵活度的人 他他他在四奏的能力就会比较弱啊 那你就会一直以为他的他的四谱能力是弱的 可以吗 因为你都是用四奏能力去看四谱能力啊 好那其实对初学者通常也是没错啦 他也是弱啦 好这种机会也蛮高的啦 好 可是 就是乐谱的导读能力 为什么就一定要用 演奏来学啦 好 我的意思说很多老师他会说 我再讲一遍 他们反对学生在乐谱上面做太多的记号 因为他们说学生就会去看那个手指的记号 没有去看五线谱斗 然后在什么位置 对不对 那实际上好像学生也真的是这样 那检验的方式他是用四奏的 这个本身就已经有一个污蔑了 好 那我但是我刚刚也说 其实也没错 大部分这种学生他四谱能力也差 但是我现在讲的是 谁说四谱能力 依旧要用那种方式来训练 很多东西你老师会教不教啦 我今天有在我的那个 已经旧的视频里的留言 因为我说过 我不想要在这些反复的主题里 在开心的剖文 对 所以我加在留言区里面 像很多老师一直强调 小婷老师一直强调 示范的重要 我是觉得是因为这些老师 他示范以外的教学能力太弱了 OK吗 他是 如果一个老师 我是举例用那个 功拉值的几何学原理啊 有个老师真的不知道这个原理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一定有的啊 对啊 那他他能做就示范 然后示范给学生看 那学生 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些道理了 他的学生看他示范就想得到 所以都要浪费时间啊 这种教学也没效率啊 可是如果一旦有 有的人提出这个 他知道这个以后 他再去教是不是就很快 他根本不用做太多的示范 甚至他根本就不用示范 他就当就稍微比划一下 用说三角形 学生可能一下就做出来 就变成你可不可以 把话讲得很清楚 其实是蛮重要 那很多老师他这种能力很弱 他就变成要靠示范 那那个学生在 跟他学的人 因为他也发现 诶 老师不示范 我就不行 因为那老师他 其他的教学能力很弱啊 他就会 他就会 他被这样的系统 教出来的学生 他就会同意示范很重要 是没有示范 就都不行 我最后这段没有讲能力 我需要再讲 没有讲 我是说如果一个学生 他长期在那种 示范以外教学 说明能力很多的 老师的体系下学习 他当然就会觉得 示范很重要啊 因为他没有体验过那个 没有是很多示范 但是很会讲解的老师 一下就帮他的经验 这就是为什么 反对我的不是只有老师 还要一群 一群学生 被他们影响的学生 我会常常会讲这样的话 可以吗 好那我现在讲读谱 也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你会 你会教的人 你反而可以让学生 在乐谱上面 做很多的记号 还让他的读谱能力 比你所谓的那些学生更好 怎么说 我刚不是提到周四叶的老师 他都 这样建议吗 就是 就是我 我说过 其实我后来 我不是有常讲到 我后来转型的 就是我 我懂了学情 不等于学音乐以后 然后我就开始去突破 那我就 后来 悟到一个道理 就是 音乐要多元 听说读 写多元的学习 就跟 Mitr Wooten 五届哥 还没讲 对 是我 他在音乐 二十人会去 那个讲的 是一样的道理 我在他那个视频之前 我就已经懂这个道理 我看到那视频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很有心得了 我不是说 我要写一本书 然后那本书被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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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过世界 世界 比赛首奖 就是 国际比赛首奖的老师 还借分享去教学生 其实我在那个之前 我就 对 好 那重点是 自从我开始听说 独显的去接触音乐 然后让我 比较有进到音乐圆 我没有说我多厉害 但是总比那些 都没有的人强很多 好 那 我看 我整个 音乐的学习观 整个都赫兰 大改变 对 包括乐器的学习 五点吉他也是一样 那我以前就一直觉得 我以前心里有一些小 小小 小素描 那不敢去做 就我觉得 音乐其实可以这样学 但是我一直都不敢 因为我长期接受那种 你们所谓正规的 专业的 古典音乐教育 对 所以我不敢在乐谱上面 大量的做记号 但是我心里是一想 一直想这样做 那自从我开始 音乐的部分开智慧以后 我就敢大量的这样做 那还是有遇到一些老师 就会持反对的意见 可是有一次我去社大 我去上那个社大的课 那个 我是学生 我去上周世立老师 在那个 那个什么社大 反正他在社大开课这样 我去上课 然后我就发现 他也在乐谱上面 写六仙谱的记号 人家是流发的硕士 他常开音乐 他又是 古典吉他界里 你在他那个年龄层 你少数就是演奏比重的很 就是教学演奏的词比 你演奏比重很重的老师 就演奏能力比较好 在他小我十岁的那个年龄层的老师 对 他是我演名中学的学弟 我小我很多届 我没有跟他一起在演名中学有交集 我发现他在他的乐谱上 甚至还画六仙谱的记号 那当时我就去问他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看法 对啊 我就发现 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吉他老师 愿意这样做 像我是更夸张 我根本就刻了那原子章 六仙谱的原子章 然后我就 只要我需要这样做 我就直接盖原子章 我就不用才去画那六仙格子 然后我就直接打那个点上去 所以我也有去刻那小提琴的视线 对 好 那这样子做很多老师 因为说你会依赖啊 你就会怎么样 那是你不会打啦 我告诉你 我教学生我也教他这样 但是我不是就教 像你们那样教啊 就读乎 我会去教学生 我不是说我们教学 我们的教学特色 我们会听说读学的多元的去教学生 而且我不会局限说 一定要有一个程度的学生 我们才这样教 对 我说过就是音乐的母语教育 所以我会让学生用写作的方式 我昨天看到有一个老师 他在网路上 他的 是教大家怎么读五线谱 然后他就说他 他标题就说五线谱是图像式的 读法 就把他看图形这样去看 那当然我也有录过视频在讲这个 对不对 对 可是其实我很想在他的 我太忙了 我没有做这件事 我很想在他的那个视频里下面做一个补充 就是其实还有很重要就是要去写 就你读补能力 五线补能力好不好 其实跟你我们去写作有关系 你要去写啦 就像你小时候如果你都不写东西 你都不写文章不写照剧 然后你就只有一直读 你再怎么读你也不会 你的语言也不会像母语那么 那么灵活应用啦 对不对 这很简单的道理嘛 对不对 那写你也不是要写什么很 写什么书 畅销书或什么 你也不需要嘛 对 就写去写个 就像关带威老师 你们去看关带威老师 他写说为什么要学极性那个啦 他后面中后段他有讲到啦 他讲到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对啊 他还用那个图 你自己去看啦 关带威老师 好和弦关带威老师 他有一个视频在讲 为什么要学极性 然后他就会中后段 视频有点长 中后段他就讲 他很少这么长的视频 然后中后段他讲了一个道理 就是那个道理 好吗 不管怎么样 假如你今天 你的教学是我说的 你在乐器的教学 你不是只有教乐器 而且你有融入学生 音乐语言的教育的话 对 那你在读符的部分 像我教学生 有时候画六线符 但是我会告诉他 我不是就是叫他用六线符 看找到位置就 弹出来弹得好 音色好什么 他就会了 我们不是这样教学 你这样教学 当然会有问题啊 当然会有你说的那种问题啊 什么就是依赖那六线符 然后就不会读五线符啦 因为我们不是这样教 因为我们的 我教学生 如果想要这样学 如果他 他无论是吉他或小提琴啦 如果他学小提琴的目的 是想要达到这种目的的话 我基本上我不会教他啦 他也不适合给我教啦 就如果他今天学乐器的目的 是希望变得很厉害 然后弹给人家听 他就得到肯定 然后他完全都不想学音乐 我所谓整整的音乐 基本上我也不会教这种人 他也不适合跟我学 好吗 好不好 我会收的学生都是他愿意 就像那个 孙育敏老师很好笑的 那个《流浪者之歌》 那你去看孙育敏老师 其他的YouTube里有 他教学生的视频 还有他的音乐创作 我觉得他的音乐创作 应该是绝大多数 小提琴老师开台湾做不出来 所以你们的音乐能力 其实没有他好啊 但他那个学生显然的 他已经拉的音准比他好啊 所以难道他学生不知道 他老师音不准吗 所以显然的那些学生跟他学 根本不是为了演奏的目的学的嘛 人家可能想要跟他学 小提琴的即兴创作啊 对不对 那是因为你们这些老师 就从来没这种角度去看 因为你的小提琴 学习世界里面 教学之间也没有这种东西啊 你就每天都只有什么 什么什么协奏曲 什么然后怎么弄什么 都往这个方向去想啊 连那个 我那天不是说那个谁 蔡京东教授都说 人家问他说 他小孩子的音乐教育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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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定要走这种古典 然后演奏家 他说没有一定要当演奏家 对啊 本来就这样子啊 好啦 那我是说 像我教学生 他的六线 因为我会教学生基本的编曲 好吗 譬如说基本的 虽然我是 是比较不同意用乐理来创作啦 但是在这个模式的学习过程中 我呢 难会用乐理教他做基本的创作 这有点矛盾 我就不在这里解释了好不好 因为这六是另外一个可以去写一本书的话题 好不好 好 前几天有在讲嘛 就是你 我分享一个老师他的核生学 然后他说核生学可以 可以 可以帮助你作曲 可是我又说那个 我年轻的时候 世界很主流的核生学 皮尔斯顿的 皮尔斯顿的 核生学 他一开始序言 他就提到 就是 核生学不是让你来作曲的 对 那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其实 看你是从哪一个观点去看 对好 那我是说 我是说我会让学生用基本的乐理 比如说1645级的和弦 然后去做一些基本的 唱作 那通常我不会教他做歌谣 连旋律都自己写 就是用我们现在的练琴曲 譬如我现在讲卡卡去练琴 C大调练曲 譬如第一个和弦角是C和弦 第二个弦角是G和弦 那我会帮助学生有能力去 看得出来 听得出来这种东西 并且我会教他去做变化 就我们现在练琴曲 不要按照他的谱去谈 让我们去做一个变化 那其实在这过程中 学生的节奏感 还有对音符的运用能力 就会被培养出来 那这种时候 你觉得他看六线谱 他能力会比你那些学生 连他们架架线 架线都看不出来的学生弱吗 他根本 我的意思说 读谱这种东西 根本就没有一定要跟演奏挂钩 那是因为你们都这样教你 你才会有那个问题 然后你才会反对人家做记号 如果你先做记号的结果 是帮助学生 不但对 他音乐能力还增加 因为你的教学里 我说的 因为是一种语言的教学 那最后结果是什么 那你的学生的读谱能力更强 他不但 他不但没有你们说的什么 他第几线 不知道 而且他会 一看他还可以告诉你 这是什么和弦 根因在哪里 我教出来学生有这种能力 我让他看六线谱 但是他却可以 五线谱里有这种能力 就你们的 你们不让学生去画 四线谱 像小婷 画四线谱 或者其他 不让画六线谱 我早期的老师 我也不让我 不让我这样画 我初学古典吉他的时候 大多数的老师 当年他们都会反对你在 像米耀吉他这样画很多那种东西 那道理就是你们常说的道理 因为他们没有像这样教 你知道吗 对 我会让 这就是为什么我出了一本 吉他的纸板和声的书 那其实我在小提琴里 也分享过这个体系 那可惜小婷老师 没有人去珍视这种东西 还觉得我在什么天马行动 什么的 真的很可笑 我真的觉得很可笑 这不是都是安全乐器 都弦乐器 这有什么跟吉他不一样 对不对 乌克利利也是一样啊 小提琴琴跟乌克利利蛮像 Size也蛮像的 他那个弦也蛮像的 阴沉各方面其实都蛮像 音域啊 各方面都蛮像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对不对 你一个学生对他 他音拉的很好 然后音色比我好 然后甚至他力度也做的比我好 其实听起来 整个表现出比我好 他就比我懂小提琴 我觉得你们这些老师真的很深用 然后敢在网络上公开的这样子评论 我说我不懂小提琴 我真的觉得 我说过恩赐 我真的都包容你们 那我去上法院 你决定败诉的 我就找你一个学生拉的很好的 我当场就跟他PK那小提琴的和声进行分析 我告诉你到时候 法官会说那不是小提琴吗 我觉得你们实在太花张 因为你们那种教学就没有音乐语言的教学 然后你用那种体系来反对我的 我说的东西 然后说会失败 当然会失败啊 因为你根本就没按照我的体系走啊 我每天都遇到这种基同 为什么我说我跟你们在基同鸭讲 你们都用你们认为的学习方式 然后去理解我说的学习方式 然后去使用我所谓的方式 然后可是根本也没有真的用 知道吗 你们用很错误的角度去理解 然后用了一小块 然后真正我们的核心里没有用 是用你们的体系 然后最后失败 然后就说是我们那个体系不能用 乱七八糟的 我的教学里很大的部分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 要有音乐是一种语言的教学 我刚刚说过 另外就是要有运动医学合进去 如果这两个合进去 那学生还学的不好 你还找我 你没有啊 你这两个核心都没有 都是用你那个体系 然后去抓我说要不要在乐谱上做记号 然后就说失败 当然会失败 我不是说你们那些就会失败吗 我早就跟你讲了 所以你失败 那你一直证明我说的是对的 你没有证明我说的是错的 只是你们在网路乱说说那是我说的 我哪有那样说 我哪有说 不要音乐语言的教学 或是不要运动医学的那个 筋骨精人的改善 然后就可以在乐谱上面做记号 然后做很多记号就 就没有你们说的问题 当然会有你们说的那种问题 对啊 你根本这样有懂我在说什么 就每天跟你们在鸡同鸭讲啊 那没有一个老师站出来说公道话的 好了 我就录到这里面 都会说录得太长了 有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假如你那个六线谱上面 就是其实我会让学生去记那个 像国际和弦 不是说会弹而已 你还要去记里面的那个音的位置 都要记得清清楚楚的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你要把 音的转位 一个和弦 我的学生都会有能力 被我指导过的学生 只要他愿意学的 我都会有能力把他教到就是 譬如说大三和弦 然后他转位和弦什么 然后他在乐谱上 他一看就知道跟音在哪里了 对 所以根本就不会有你们说的那种问题 写的越多 他越能有能力帮助他分析音乐 因为那个初学者他头脑 还有就是人的记忆力有限 你全部都要靠头脑记住 他要去分析他会乱 那你如果上面画一些格子 帮助他分析他会容易多 那这个方法连 我会说我们吉他界那个 在国际大赛拿过首奖 国际吉他大赛拿过首奖 的老师 但他那个比赛不是 不是世界顶级的 区域型 好那也是国际吉他 他拿过首奖 的老师 他也觉得很有道理 他也借分享 他说他要借我的那个资料 拿去教学生 后来两年后他有一次他就找我 他说他已经研究的很透彻 要跟我讨论 对啊 就你们是什么态度 然后又跟我说 小琴拉不好 我没资格说 他妈我现在在讲音乐 你们又扯到小琴去了 我说过 那为什么不比其他谁弹的好 那你其他没有我弹的好 你是不是要shark 真的很无聊 这件真的很无聊 然后没有一个老师站出来 替我说话 我觉得小琴真的病了 我说过我这几天 其实已经开始在分享音乐的 你会发现那些人才是照常那样邪窝 对啊 好就这样子啦 那我就讲到这里 免得路太常你们又不看 打赏 就这样子 对啊